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那麼好啊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與你 那又是有我Carmen 還有我身邊的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是Carmen好 大家好 那今集袁醫生你為我們準備些什麼醫療題目 今集我就休息一下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原來呢 今集我們會討論 有一種叫NLP 一種叫做Neur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是的 我們幾天最近跟Carmen聊起 Carmen原來最近上了一些課程 是 很興奮的 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Carmen說 他一直都學習了NLP很多年 最近已經會考一些導師的班 最近在課堂裡面 他就有機會用到NLP的工具 令到很多同學的反應非常之良好的 咦 NLP其實我聽過的 他大概20年前左右 好了 我已經知道有這一類的這種的方法 那你都知道很早 是 七幾年的時候創辦 是嗎 那我都20幾年前 那有機會是我在加拿大那時候已經知道 是啊 在美國那邊 是 我在讀自然醫療的課堂裡面 其實很多人 這個是當時已經開始有的一種工具 那我記得回來香港早年 20幾年前 那有個病人就送了兩本書給我的 那兩本書是關於NLP的 那他就已經學完了課程 那這本書是很好的 是英文的 他有筆記 就是寫過舊書來的 是 那他就送給我 那我接了之後 其實我沒有機會就好好的去看 因為他們是筆記來的 那又不是一本精裝的書 那我放在一旁 那但NLP其實我一直都知道的 那通常我知道的層面 就是那些人是用在一個 就是相應的 就是相應的 就是講話 我叫做身體語言 那我們可以留意對方的身體語言 那我會知道的 對方大概是在做什麼 想什麼 是不是在說謊言 是不是在說實話 但是這個就是 早年就是這樣說 如果他在說的時候 他的眼睛就不知道 向左邊 向右邊 其實不行的 那就可以扔他 他未必是說真話 那還有呢 那你怎樣跟大家 就是講話 搞得投機一點 那其實你就可以用身體的語言 是引導他的 那譬如你見到對方 做某個動作 他手可能是 就是勾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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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一下自己 那你就跟他做 那又繼續勾一下勾一下 哦 這個是親和感 這個就是empathy 就是跟他develop 是的 親和感 develop的關係 所以這個我早期呢 我都有聽到的 那也都知道呢 有些人用這種方法呢 是企圖呢 是說服人 是吧 就是可能在 可能在sales方面 之類之類 那就是這個 是當時那個 那個NLP 我認識的程度是這麼多 我沒有太過深入的 那但是Carmen你最近學的 就學了很多年了 是吧 那 那或者可以說 這方面都是 都有少少專家 那不如呢 那麽多是有 就是由我女兒出生 那自己出身家庭環境 叫惡劣 不懂教小孩的嘛 就是免得承接我 一代全一代那些 很惡劣的親子關係 那就開始 八年多前 就接觸了 就是兒童心理學 有氣治療 直至幾年前呢 聽到NLP和催眠 其實對這方面 有些接觸的人都知道 NLP是滲了少少 催眠語句下去的 但是所謂的催眠語句 不是你們看電視 有個駝標在你面前滴答滴答 那些 而是透過一些潛意識 很容易接收的語調 去和你溝通 令你覺得很容易入腦 那些說話 即開了你的腦先 沒錯 剛好聽的說話 說了兩句先 那他就開始接收其他說話了 那我接觸NLP的時間 都是近這一兩年的 但是剛才 余醫生說 我最近忙什麼呢 我是忙讀另一件事 那同樣都是 NLP那個 始創人之一 是他搞了一個叫做 自我實現的課程 成十天的 所以又在香港 就是跟著他讀 那樣 翻全日的 基本上他叫Michael Hall 我想很多接觸NLP的人都知道 就是他在 自己也是出生在認知心理學 啊 老神經的研究 是落很多功夫在那裡的 剛剛才是余醫生說 很多人放下去商業用途是真的 香港 我想很多人其實聽過NLP這三個英文字母 那其實是什麼呢 N呢 其實是NL 其實是神經 我們的腦神經 是 Linguistic 就是我們的語言 Programming 就是一個程式學 那中文我們怎麼翻譯呢 那叫神經語言很難聽的嘛 是不是 那就叫做 身心語言程式學 那為什麼會是身心呢 因為其實我們靠我們的腦去思想 才可以驅使到我們做一些 和說一些東西的 是不是 那另外 程式學就是什麼意思呢 創辦人是有兩位 一位就叫做 Richard Banner 一位就叫做 John Grinder 那這兩位是什麼人呢 那一位就是 其實是 很醉心研究人類行為學的 另一位其實是加州大學任教 是語言學家來的 即是在加州大學任教的 那他們呢 最初 就是因為要研究一些東西 而同時接觸了幾位大師級的人馬 他們分別是些什麼人呢 例如有當代很出名的家庭治療大師 Satir 有這個圓形治療的始創人 有催眠大師 還有一個叫貝特森的溝通大師 那他呢 他發覺綜合了這四個人很可愛 他們跟人相處呢 是很可以很迅速地跟人做到治療 效果很好 那於是乎呢 他們就去觀察這些人 到底有什麼吸引力 有什麼特質呢 那就在他們身上 找一些長處去模仿 最後呢 他們兩位創辦人呢 是發覺人類 其實是可以透過模仿 很短時間 學會一些我們本來不懂的東西的 最後Satir呢 是沒有收過他們兩位做徒弟 是吧 但他們兩位的其中一個呢 是不斷不斷看他的DVD 不斷看 不斷看 一種洗腦方式 然後他下次再見到Satir的時候呢 他竟然在Satir面前做治療 那Satir就很驚訝 他說哇 那個傷似度有七八成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說 你什麼時候 即我沒有教過你做治療 那他就說 他研究到人 原來是可以透過模仿 去學習一些他覺得很優秀的行為 那所以呢 其實NLP裡面有很多假設的 就是假設每個人都是忠誠的 每個人都是完美的 每個人都是好的 那 我們平時只是將一些我們看不順眼的事情 或者人物呢 是將那個Human Being 和他那個我們覺得不喜歡的行為 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們將那些行為等同了那位人輕 所以我們覺得這些是壞人 或者是壞人 或者是蠢人 但其實那些人呢 只是沒有機會接觸一個 更有效表達自己的方式 譬如他都不想說謊 可能 但是他覺得這樣快逃避的問題 是不是 他都不想偷東西 如果他有一個更有效的方法 那所以他們兩位就是 假設每個人都可以透過一些 有效的程式學 去迅速改善人的行為 那所以最後就是成立了這套NLP 在一九七幾年的時候 是的 但是現在大部分聽眾呢 有機會接觸過NLP這三個英文字母 可能都是透過一些商業的 coaching 我們叫做一些訓練的技巧 就會放在什麼地方呢 譬如以我所知 香港某大電力公司 亦都有邀請NLP的人進去 就是做一些培訓 對他的高層員工 但是做些什麼呢 通常是做一些管理效果 某大銀行 香港數一數二的大籃籌 都會請他們回去 但是是做一些銷售的策略 怎樣用催眠語句 令人家更容易接受你的產品 聽你銷售的時候更加入腦 例如會說些什麼呢 譬如你買了這份保險 一輩子都無憂了 或者你買了這件事 就等於你身份的象徵 即是一些很虛浮的用詞 其實都是滲入了很多催眠語法 大部份人就拿來促銷 管理 怎樣跟校屬相處 更加有領導才能 更加有親和力 對客戶怎樣銷售效果更加好 一般是這樣的 但是以我個人覺得 其實NLP最卓越的地方 我覺得是對個人 對個人的話 又可以做到什麼呢 你剛才所說的背景 是有兩位大學教授 有一次他觀察到有一位治療師 因為他們想做一些項目 所以接觸這類事情 我發現為何有些特別卓越的人士 他有什麼共同特質 會這樣呢 他們就開始觀察 就發現了 有一個重點 就是人是很喜歡模仿人的 關鍵就是這 所以你可以看到 NLP 我們翻譯的心心 即是你的身體語言 心智就是你的心心 會反映出來 是的 他就用這個所謂模仿的需要 一大部分人都是模仿對方 或者你想他模仿一些好的東西 那你就用做一些東西 等他模仿你 基本上我覺得那個重心是在這裏 那你說在商業上 他們會用一些催眠的自居 來到 即是我們在某個程度上 他講一些東西 令到你不會有戒心 不會有resistance 譬如你銷售那些東西 當然你覺得他是你的朋友 他幫你 他是能夠給到一些東西 是你需要的 那一般人的需要 譬如那個安全感 security 所以說你買了這個保險 原來一世無憂 原來一世無憂 就是這樣 或者人得追求什麼 遮渠名譽 聲譽 我們叫做sata symbol 那些 那你會看到 在這方面 商業上是被採用的 是的 但你自己感覺上 其實NLP應該是有另一個層次的 這個層次就是個人層次 你覺得在這方面 你自己學了一段時間 你覺得在這方面的個人層次 有什麼好處呢 應該在這方面多些發展呢 嗯 其實呢 或者我分開說 其實對於個人 因為個人接下來我會講很寬 對於個人 家庭關係 你和你的親子關係 配偶關係 你如何和你的下屬說話更加有效 如何培訓你的下屬 才可以為你公司發揮最好的效能 其實很多方面都可以涉及到的 基本上只要涉及到人和人之間 剛才我不是說到呢 他們兩位大師級呢 加上後來 有一位叫做Michael Hall 就跟過他們兩個一起合作 那四年 那其實呢 就是我自己就是 學了ISNS那邊的 即是跟著Michael Hall來學的 那 其實啊 我基本上認為呢 每一個人都是非常之聰明的 那我可能 連袁醫生都說 不是吧 我遇到人不是這樣 或者可能聽眾聽到不是這樣 我 我在這裡大膽講一句 我們是每個人都非常聰明的 尤其我們學習恐懼 為什麼要學習恐懼 是我們求生保護自己生命的 基本能力 這個 如果你連恐懼都不懂 很快我們就拜拜了 即是長大不了 我們只不過是很多人呢 迅速地學習了一些 無效的恐懼 即是我們恐懼一些 你未必需要恐懼 或者自己恐懼了都不知道的事情 那我稍後才詳細交代 那個人層面 可以做到些什麼呢 我現在粗略講一講 袁醫生站 你看哪點是特別有興趣 可以提點一下我 例如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什麼叫內在小孩 或者有看新時代書籍 可能知道的 但我在這裡講的內在小孩 真真實實是你的童年陰影 你可以不跟我說 我相親都健在下 我沒有什麼童年陰影 我父母沒有離婚 沒有被人虐打 不是的其實 是可以很驚人的 那些童年陰影 是可以很驚人的 那些童年陰影 男人就是這麼壞的 會去滾的 是不是 這些是把名詞一般化 所有男人 或者就是這樣 那你這些信念 從哪裡來的 所以 其實我們給很多這些 不同的信念 去框死 比如小孩子 考試不好 你就會跟他說 不讀書 怎麼賺錢 就是 又是一種信念 OK的 就是如果大家覺得 有些信念 是對你很有用的 我贊成人保留的 人沒有信念是生存不到的 就是不會想事情的 沒有基礎的 但是有時候 我們覺得 很沒用的信念 是拋棄不到的 經常都 就是會為了少少東西 大家都聽過 崩口人記 崩口碗 經常被舊友的傷痛 觸碰到 你就不行了 受不了 我就可以有些手法 幫你 拆除你的舊友信念 也有些手法 可以協助你去 改寫個人的歷史 改寫父母對你造成的影響 有些人你遲遲都原諒不到的 好細節 很多人都有 是不是 我也有些手法 是可以令你墮入第三身 去寬恕他人 重新用一個更加宏觀的角度 去看整件事 也都可以 很多人試過失去的傷痛 比如伴侶配偶過了身 父母離開你 或者死亡 面對 其實裡面都包含了很多東西 有時候是我們的情意結 不能順利解除 不能寬恕 或者過分依賴都會造成我們的傷痛 也有些手法可以去消除 也都可以消除某些特定的恐懼 比如有些人會怕鬼 怕老鼠 怕蟑螂 很多東西怕的 也都有手法可以衝破 另外 說到尾尾一點 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很多時候 自己以為很了解自己 有沒有人說過 我想很多人都說過一句說話 眾綠合彩誰不想 發達誰不想 另一邊相又會說 我哪有這麼幸運 我哪有什麼 那我可以告訴你 我眼見都 包括我自己 都有幾十人做過 這個價值觀的排列 我沒有見過有人 列第一點到第十點 例如你第一點最重要的是 你的價值觀是父母 第二點是你的子女 跟著金錢事業 名譽地位 人人都不同 總之你列十個給我 將來有機會見面 可以跟大家玩一下 你會發覺 很多人是完全不了解自己的 我可以告訴你 我沒有見過一個人 是不用一至十重組的 重新收拾過的 不是我幫你收拾 是我有辦法 有導你 你自己幫你自己清 清一個真是你內心 不是你顯意識以為的需要 是你潛藏裡面的東西 是你平時很難去察覺的 是用一種手法 是你終於都知道 平時為什麼你經常想賺錢 找不到呢 就是你顯意識以為 你將錢放得很重要 因為沒有錢 我們生活不了的 但是實質內心深處 很多人是覺得錢是負面的 就是覺得 尤其如果有宗教信仰 或者是靈性擺得高的人 很多時候錢是掉了 可以跟事業沒有雷工那麼遠 排完之後 可能中間相隔了三四位 那你想想一個人很渴望有事業 但是錢是掉了 那他的事業怎麼會有起色呢 其實他們的信念系統裡面很有問題 那你就會說 卡文讓你找到我的價值排列 有問題又怎樣 對吧 不用你講 可能我也知道自己有問題 那我當然也有些方法是 幫你 你覺得有需要 排上來的東西 你想重組過那個次序 是有手法做得到的 那就是 剛才你說 在那個個人的層次 那你都講到 其實我們人的最基本的 我們叫做instinct 就是人性的 是一種求全的內在的instinct 那這個就是fear 當然我需要有恐懼 比如在危險的地方 遇到一些危險的動物 突然有一個大老虎在你面前 在那裡向你 在那裡嚇你 那你當然應該害怕 是的 所以這個 是一種這樣的instinct 中文我們怎樣叫 一種這樣的 基本的 基本層次 基本層次 所以基本 可以入基因的遺傳 其實怕老虎都不是基因遺傳的 是後天學回來 我們是有這樣的需要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是在我們的所謂 那個恐懼的本能 那個本能 就是一個生存的本能 是一個生存的本能 我們如果沒有這個本能 其實是很危險的 但是很可惜 在我們的成長過程的時候 我們將這種這樣的恐懼 我們叫做 就是歪曲了它 還有在一個不適當的情況的環境之下 出現這種這樣的不尋常的 不適當的本能的反應 恐懼 那這個就是問題了 是的 基本就是這個問題了 而很多人 在他的童年的經歷裡 是遭遇到 他有很多這些所謂的陰影 而他自己是不自覺的 是的 而這種的陰影 影響他將來做人的出現很多的局限 是的 起碼他尋找快樂的能力 就因為受到這些過去的潛意識 或者不知道的框架 是導致是局限了他 令他就沒有辦法不開心 或者做事可能不成功 甚至很多人看不起自己 那在那個NLP的層次 你說有很多工具 特別工具 是可以有效地幫他們化解到 其實我那些所謂的工具 都是靠當事人本身的 但是我有些方法誘導他 是的 那因為其實很多很多外面 就是現有的那些 那些心理輔導也好 其實都在說這件事 其實大家都在說這件事 那問題是 那NLP和其他那些有什麼不同呢 快 非常快 那因為他有些特別的手法 其實這個就是特別的地方 我想大家聽眾 希望今天可以學到一點點 那NLP是他有他的獨有的手法 因為傳統的所謂 就是counseling 心理輔導 其實效果是很差很差的 那有一位心理學家 好像Dr. Callahan 那他自己也曾經就試過 他一般的傳統的心理輔導 兩三年的時間 但他的成功率是5% 是太低了 效率是非常之低的 是的 所以Cathahan最後 就是認識到其他工具 都是 這些工具永遠都是說 就是可以更加有效地 是幫助化解這些問題的 就是情意結也好 就是這方面也好 是 好 另外還有補充一點點 是的 那 袁醫生以前有說過 你好像說過給我聽 你想什麼都很容易 心想事成的 就是你要做什麼都很容易達到目標 那其實這件事也是挺重要的 那為什麼一般人 其餘那些人為什麼 經常都不能夠心想事成呢 我等一下才揭曉給大家聽 我可以幾肯定說給大家聽 是很少人原來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甚至沒有什麼人 夠膽大聲在台上面說 我是誰 我可以做什麼 就是譬如我用Carmen這個名字 假設人家問你是誰 我是Carmen 很小聲地說 Carmen即是誰 那被人疾多兩疾 說多兩講 有很多人是膽怯的 那我回來 即現在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我們再在這方面詳細說 那好吧 回來再談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跡 健波能量活水氣 生命之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好了很快回來 今集我們和Carmen 講一個NLP 叫做深深以原程式 這個就是 上一節 跟大家簡單介紹過 背景的來源 但我問Carmen 就是這些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懂得做 但為什麼NLP 感覺上 我不知道詳細 詳細 如何做 但感覺上 跟我們的身體 語言有關 可以告訴你 方法如何 為什麼它可以達致 效果更加好 好 我做一點點利益審問 我本身是NLP 高級執行師 也是NGH的 發症催眠導師 我可以發症催眠 人家成為催眠師 NGH 為什麼我在這裡這樣交代呢 因為其實NLP 滲了不少催眠語化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在這裡試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讓大家明白 我們腦部的操作 我們顯意識 其實是 佔的比分是很低的 潛意識 一般人就說是90 準確數字 其實我也不知道誰是最準的 總之你會知道 我們很多你熟能生巧的技術 譬如你打字 煞車 即我們開車 你突然間 眼角看到旁邊的車 快撞過來 我要立刻轉彎 其實一定是潛意識起作用 你透過顯意識去 看到那樣物件 再投射下去 眼睛 再視網摸 再分析 再扭掣 是死了 我們會死很多次都不夠死 既然潛意識可以幫我們熟能生巧 應付很多危急事情 其實你想想 有用沒有用的 它都照收 它不會幫你區分 所以其實我們是很多連結在腦裡 尤其一些突發的事情 譬如平時我們要做一些項目 可能都還靠顯意識去處理過 但應付一些突發的事情 譬如你突然被人踩一腳 是什麼反應呢 你轉頭就罵那個人 還是笑著原諒他 其實是自然反應來的 你看得到 那些自然反應在哪裡呢 就是 直跟在你潛意識那裡 它要必要時保護你 譬如你被人踩 痛 它不就立刻縮 所以它想保護你 它不就立刻轉頭 就是很快去行動 那怎麼辦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我們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聽過 什麼叫古典色製藥 是心理學上有人做過這些實驗的 我會很簡短地說一說 這隻狗 你是有個人做實驗 它放一盒很美味的食物 敲響個鈴鈴 它就放一隻狗進來吃這盒食物 第二次又是這樣 鈴鈴又餵它吃一盒很美味的食物 如是者經過幾次之後 你就算那盒是沒有食物 你敲響個鈴鈴 那隻狗走進來坐在那裡 是你測試它裡面的口水分泌 它已經是當有食物一樣漏口水 那我想帶出說什麼給大家聽 就是這隻狗 將那個靈星和那盒食物連結在一起 它以為一聽到靈星就是有得吃了 那為什麼我要說這件事給大家聽呢 我剛才不是說呢 很多人童年的事 為我們製造了很多的傷害 我們那種恐懼 那種emotion是流到今天的 每一次有相類近的情緒一出 你不是就著單一事件去恐懼或者傷痛 是長年類月關於類近的痛 你潛意識都會一次過提取出來的 我這樣說可能都不夠具體 或者我說一個我朋友的遭遇出來 她是經常都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用的 做事沒有什麼動力的 沒有恆心的 那經常認為自己能力不足的感覺 那好吧 那一直以為可能是我們看她 尤其我以前沒有接觸這些 會覺得這個人那麼懶散的 那麼差的 怎樣怎樣 那好吧 後來經過一次治療之後 我會叫你先提起這種無力感 提起這種無力感 我有辦法引導你找回同類的無力感 回到第一次掃造這種無力感的時候 然後發覺原來是她在一次七歲的時候 她看回那個場景就是她在一個班房裡面 不斷被人漠視 拿好誠釋給她的份 被同學冷淡對待 然後因為其他同學和她一起橫皮 頑皮 因而牽連到被人打手辦 那次的痛就很深 我講過了 潛意識一有emotion出的時候 她一定會跟一些東西連結在一起 她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你 其實就是不要再出現這種痛 或者再有這種痛的時候 你要作出反應 那她當時先生打她的手的時候 她就做了一個決定 在一個七歲的時候她就會說 好我以後就不用我的全力讀書 我就用這件事報復給你 因為你對我不公道 那所以自此之後 她找回這件事 叫她帶回今天長大了的 她回去看這個小朋友 再怎麼看一次這件事 那當然她釋懷了 輸解了結 還有帶了一種全新的看法去看這件事 她出回這個場景之後 她是會覺得那些無力感是沒有了的 她終於知道自己不是真的好無用 原來是一個小時候 這麼小的事對自己有一種落孕了 那種無力感帶著她將來長大 但她都是覺得自己好無能力 好無能力 好無能力 一路面對很多事 都繼續覺得好無能力 然後舌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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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幫她尋找她問題的根源 因為這個跟一般傳統的所謂心理輔導 其實現在暫時聽到都是差不多 外面心理輔導應該不會放這些回數的東西 正規心 即是正規的 譬如你說這個最 你剛才所說的Pathlow那隻狗 真是classic到classic 蘇聯的一個physiologist 是一個行為生理學 你說說Floy Floy Floy其實真是說這樣 你快點在床上幫你挖挖挖挖挖 挖到一個性方面的恥肉 但有趣的是 有趣的是 現在外面的counseling 是很少用這些手法 是嗎 我以為這個是差不多個人都用 因為Floy的影響 過下那裡挖挖挖挖挖挖挖 挖前世 因為我自己的遊戲治療 都是透過遊戲 一些普通的輔導 一些引導式 但是你說透過回望一些往事 帶著一個長大了的你 用一個新的視覺去看這件事 去原諒 例如那位老師 我剛才提到的 那位時主 他以前會覺得對著老師是氣憤 你想想 對一個七歲的小孩 那種傷痛可能是很大 天那麼大 我們今天幾十歲是無法思考的 他會去寬恕老師 他會帶著一種身體化 梳醒的時候 是跟我說 他原諒了這個老師 他知道是他工作所需 因為以前還是有體罰的 我甚至也有相類似的事情 我自己本身 以前被我的導師做 我是很痛恨別人說謊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平時的脾氣都挺好的 是 因為小時候媽媽經常罵你 說你說的話 其實你不是的 我都以為是這樣 但是我嘗試不斷寬恕 很簡單 誰知道 他不斷幫我引領我走之前 原來有音樂的場景 是要回到第一次才有用 因為解結要解第一 但是我自己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但是之後 導師跟我做 我當然知道 是真的發生過這件事 但忘記了細節 原來就是我被媽媽打 是第一次他對我說謊 而牽涉我爸爸 我爸爸也被人打 然後 總之這件事就是 在我心理上 原來我當時等同了謊 我自己看回 我是落淚落得很厲害 原來我那一刻被媽媽打 因為媽媽是屈我 算是 即是那些 誣蔑的 是說謊 說我做了一件事 是我不聽她說 然後我將說謊 這件事 就等同了為 侮辱我 對我不公平 我爸爸媽媽不愛我 我爸爸沒有能 因為我爸爸當時想維護我 但是他都被媽媽打一身 還趕到街上 即原來我將說謊 等同了 無力感 被欺騙 屈辱 沒有爸爸也沒有媽媽 所以我是很痛恨人說謊 因為說謊 我就起槓 我一直都處理不到 是的 經過那次我就覺得 鬆了很多 整個人都鬆了 因為有些事是小到 那年我應該只有六歲左右 我回憶那個場景的話 即是你年少到這樣的時候 是你在顯意識 沒有辦法記起的 這些事已經 是的 但是不代表潛意識又 差了去 是的 他一直原來 哦原來Carmen你 你說謊 是等於這樣 等於這樣 令你那麼痛苦的 OK 以後一見到說謊 所以我就生氣 就要反抗 因為我討厭這種行為 我將它等同了 N樣東西 你說是多麼恐怖 好了 那 可能我在這方面的認識不足夠 我以為大部分人 因為Floy是早很多的 他早年就用這個手法 我以為大部分的心理輔導 都是在走這條路 不是 好了 我們這些算是心理學裡面的偏 是嗎 是嗎 好了 那在技巧方面 你是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身體語言的工具呢 因為我聽你所說 你只不過用這種 語言的手法 是的 就是有沒有用身體語言之類 最表層的NLP 就是這樣說 就是這樣說 就是看那個人說話 看那隻眼怎麼看 是否向左向右 向某個角度 哦 其實就是 他可能在說謊 那這些就是我表面的陣子 其實不是的 其實不是的 如果一個人想東西的時候 在他思想的時候 眼中要向上的話 其實就是在用視覺 我可能一開始我沒有準確交代一件事 每個人的腦袋呢 只有一個世界 是 是同一個地球都好 我們有七十億人呢 基本上在我們腦裡面 是有七十億個世界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人是透過視聽觸味臭 去接觸這個世界 那接收了入腦袋之後 就變成不同的資訊 這些叫似感緣 那其實我們每秒鐘呢 整個腦袋 是可以接收到二百萬個訊息的 但是我們顯意識呢 在這個filter 就是你進入腦袋 這二百萬個訊息 每秒鐘 我們有一個filter 因應你的個人喜好呢 我們只是提取一百三十四個訊息 還有一百九十幾萬個呢 是潛藏在裡面的 那會透過那些什麼的 所謂的個人喜好呢 例如有些人視覺特別強的 就會選取視覺的訊息 所以你留意 有些人是喜歡歌手 是英俊的 有些人是真的唱歌好聽的 他是聽覺較強的 有些人是喜歡歌詞有意義的 這些人我們就叫AD 是邏輯一點的人 有些人喜歡一些melody 很浪漫 或者很rock 這些人可能是比較憑感受做事的人 那他就會因應自己的喜好 當然也牽涉到你喜歡看東西 看正面那邊 還是看負面那邊 你也聽過 一杯水半滿還是半空 因應個人種種的喜好 我們就選取過 計算那麼多 一百三十四個資訊 所以每個人看世界都不同 所以我不是說每個人都是中性 NLP的方法 其實都是尋結根源 對 你用你的特別的步驟也好 工具也好 例如提及 其中一種方法 你會問個人 排你自己的價值 排排排排排排 從那裡就開始深入了解 他的內心世界 是一個工具 從而你希望找到問題的根源 不是所謂自已結 是的 因為我現在說 有很多種手法 我經常想NLP 是否有些獨特的手法 其實你所說 是用這種方向去做事 我在幾年前 也看過一些資料 那個作者也是一位心理學家 是一位心理學家 他也說 一般的 其實這個資料 不是他所說的 我以前也聽過 一般的所謂的心理輔導 那個效果是 很慢的 兩三年都是5%的成效 他就發明了一個 他就認識了一種方法 就是用一種 敲擊穴位的手法 這個其實 在Caropactor 有一個叫做Dr. George Goodhart George Goodhart 其實很久以前 已經用這種叫做 Apply Kinesiology 身體肌肉的測試 來從而找你的 肌肉的測試 我上演 我回到滿地河 上個課程 也去探望其他公司的時候 我認識他以前的同學 他也是一位 脊骨神醫科醫生 他也說 他也學了一種特別的工具 就是用你的身體語言 來幫你解解的情義 他就發展了這樣 解釋給我聽 但我理解上大概也是 在敘述的過程中 他就會敲打身體的某些地方 很多時候 這些情緒 身體某些地方 是結束了 NLP也有這件事 也有這件事 我就是想問你這件事 也有 他都有不同的名字 其實他有一些 心肺爛地下 有這些工具 他認為很有效 他就介紹給我聽 我同時在Chicago 認識另一位女士 他正在學習這些 我剛才所講的 Cat-Lihan 他就學了一種 Fort-Fill therapy 他就叫一個人 想起一個情境 譬如他很害怕蛇 他一直想起一個人 他就發瘋了 冰冷汗 他很害怕的時候 他就不斷敲 他身體有些穴位 譬如頭頂的穴位 匯合 八合穴位 眼眉 眉心 要敲多久 他一直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手指這樣 踹踹踹踹踹 有時可能 眼下的一吋位 其實這是基本穴位 純的位置 人中的位置 下方的位置 鎖骨的位置 隔壁底下方的三線位 手掌心的下方 我看到魚身很忙 一邊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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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呈現記憶 原來是這種方法 他就可以把這些恐懼 可以消失 溶化 好 我先說 我先消除恐懼的方法 但是你這樣敲帶要多久 你有沒有說過 他就不需要 他很有趣 我們公司有錄影帶 叫做 Capping Solution The Revolution That Starts Within 這是一個錄影帶 這個就會解釋整個過程的步驟 交了你的 因為以前我們有本書 Catland的本書 始終那本書 英文書叫香港人去看 但他沒有說每一次有恐懼要敲多久 他沒有緊要 他很簡單 先問你 譬如你說我很怕蛇 那當時在十分 由一到十分 你害怕到多少 連這些都那麼遲 真可憐 然後你敲敲敲敲敲 他就問你 你害怕多少 他可能變成五分 可能變成三分 Catland的本書 說到 他用的方法在電視台做節目 就直接在當眾做 來做 他其中有說的例子 譬如有些電視台有些員工 是很怕被告 很畏高的 那他就先做示範 就把一把梯放在這裡 叫他遲到一個在場的人 我明白 這些我們都做到 然後他就敲 立即叫他琴 他即時可以示範給你看 是九十幾%成功率 好 所以當這把梯放在場面 這個好處就是 這個方法 大家是很容易 在DVD裡面學得到的 你不用買一本英文書 裡面有些比較 詳盡的資料 但原來 Tapping不是很重要的 譬如我的朋友 給你解釋 總之你找到的地方 是對的 你就要敲 其實在很多地方都可以 但是Tapping solution 就有一個步驟式的 所以NLP 我就想問 NLP是否有些特別的工具 是和身體有關的 是 我就沒有Tapping 這件事 但是你是恐懼的 我要看你恐懼的 是蛇的硬照 還是有一段 有些人是有一段記憶 可以給我的 有一段記憶 為什麼恐懼的 譬如我試過用了 十一分鐘多 我好像有計時 我有幫人做過的 是 有一個男人 是 小時候 很小時候 硬被哥哥和姐姐 抓到戲院看鬼片 他說永遠 聽過鬼片 叫做碟仙 我沒有看過 是 是 我照樣形容給大家聽 就是有隻手按著碟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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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都看過 你有看嗎 小時候我看到有人玩 總之他說 那個幕場景 是很恐怖的 最終就是那個人的血淋淋 爛了肉 然後他就很害怕 我們也是會叫他評分 1至10 你的驚嚇度多少 當時那個人就說 大約8 這樣 還要是慘罪 小時候看完 害怕到幾吵 他又不是天天害怕的 但是你不知道幾時 越黑風高 他就害怕了 是啊 我當時用了十一分鐘幾 你可以 最緊要NLP 有一件事是重點 我可以你完全保密 你不需要說給我聽 你不需要 因為我不想給Carmen 偽造一些事情 即他不想說 你都可以做到 可以 他想就行了 我會有些說話 引領你進入狀態 然後你自己播片 其實我看得到你的肌肉 動 知道你什麼時候進入狀態 當我和你夠專注的時候 其實人一恐懼 面部肌肉 或者呼吸 所以說明身心 語言程式 你身體是有反應的 不過平時我們聊天 的環境吵集 你不專注看不到 那我就會用一些語言 引領你進入這個場景 然後叫你重新播一次這套片 然後我有些方法 叫你回頭洗這套片 又播又洗又洗又播 總之我會幫你重複做 總之歷時通常都是十字十松 一分鐘 一般而言 最重要是 你不需要跟我透露任何事情 那你不斷問他 我不用問他 我只是觀察他 和引領他進入狀態 就可以了 那你怎樣引領他 你跟著我的說話做 你現在坐入 即你有話說 有 我有話說 但你可以完全保密 不用說我聽你的心事是甚麼 我只會跟你說 你現在怎樣坐入一個情境 怎樣播這套片 怎樣離開 又再進入這套片 又怎樣離開 用一個第三者的角色 怎樣看這套片 然後這樣做做做做 總之大約十一二分鐘 那他要記得 是嗎 因為他完全自己都不知道 譬如前面認識 又有另一種手法做 可以有催眠 或者有其他的 直入信念 是的 那 你們不用怕 各位聽眾聽到之後 你們整個過程是完全清醒的 是的 不是催眠的狀態 催眠其實也是清醒的 不是你們坊間以為 噠噠噠噠噠 那個鐘頭就噗 暈了在地上 不會出現這些事情的 那些是純粹拍戲劇性效果 總之這樣引領你來來回回 我用了十二分鐘之後 當時人出來跟我會談 當然最後有告訴我 是甚麼事 就是小時候先看碟線 但有些人的痛是比較嚴重 他不想說 是OK的 我是不需要你告訴我 他最後出來的 那套彩色的鬼片 他告訴我只剩一張黑白的硬招 驚嚇的程度是由八降到一 你只不過是幫他重溫那個情境 重溫 那我當然有些手法 在過程裏面 你就是做一些事情 來化解他 是的 那樣東西是一種 語言的引發 我用語言引令你 但剛才你聽到我講 我們的老妹廟接收二百萬個資訊 其實我是洗花了你的 那你有甚麼方法洗它呢? 我不是將他由 即你是用你的努力來洗它呢? 還是你有些東西叫他洗它呢? 他自己和自己洗 我引領他 我引領他 就是我用我的語言 你教他洗它 你用語言的方法 你怎樣坐進電影院 怎樣走這套片 怎樣到達 然後你叫他看了些東西 那些東西不關事 不用的 不用的 我完全不寫入任何資訊給你的 你跟著我的動作做就可以了 播套片又到達 又播片又到達 我由彩色變黑白 黑白變彩色彩色變黑白 我搞到你裡面的刺感緣呢 剛才我說你事聽足未收 事聽足未收 事聽足未收 就收了很多資訊在你的腦子 我搞到那些感緣和你的恐懼 掉了 即是不再連結在一起 弄掉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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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 OK 亦都做不會這樣成功的 是啊 我 你想要什麼信念 有些人是覺得自己不夠勇氣的 就算你要求 我都只會跟你的意思做 還有 如果你想不回那種情境那種狀態 那種情感出不到來 我都給不到你 所以其實NNP沒有什麼神秘的 亦都沒有什麼橫手在裡面 純粹是當事人要認可才會做得到 那大家呢 我相信在聽我們的節目這麼久 大家都有這方面的認知 其實很多的病 都是跟我們的情熱結有關的 不論你身體肉體的病 甚至乎癌症 我和大家都分享過 有位德國的腫瘤科的醫生 他最後發現其實所有的癌症背後 都會有些情熱結在 那輸解的情熱結的手法是很多 今集說不完 今天Carmen介紹是NNLP的其中一個好方法 那我就沒有學這些的 我還用同類療法 那同類療法其實都是在做這件事的 我了解之後 那由它的表面的症狀 行為方面 那我就會用療劑去解它 那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很合乎經濟效益的方法 那當然呢 Tapping 也有一個方法 不如有一個癌症買餅帶回來 你自己試試看可能解決了 是呀 其實方法是很多的 那我們的心理狀態 和我們身心的健康狀態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關係 在自然療法院裡面 我們要整全去考慮 多方面的問題 從而針對問題去解決它 好了 時間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這集其實 我只可以講一個例子 其實有些少的 不過阿元醫生剛剛才提的那些碟 我都會看一下 就是 我都希望是 知道多些 是呀 不同的途徑 我都自己都想充實一下 可能我遲些學到更好的方法 你和大家分享 那這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那我們 下次再和大家聊過 好 拜拜 拜拜 好